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不想吃米饭 不如一起来做干辣椒炒一面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食谱的材料方面 其实如果有油鱼 味道更佳哦 我只用了家里仅有的食材 简单快炒 大家可以自行调整食材哦 干辣椒炒一面 材料有 一面 干辣椒 姜 蘑菇 洋葱 一面加开水泡软 浸泡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滤干水分备用 下一茶匙酱油 捞匀备用 干辣椒 干辣椒加开水泡发 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滤干水分剪出段 好 好 干辣椒 咸 蘑菇从罐头倒出洗净 蘑菇切一倒 姜切末 洋葱去外皮切丝 洋葱 热油炒香姜末 洋葱和干辣椒 刚刚忘了放 应该一开始就炒香哦 下蘑菇 下调味料按个人口味调味 调味料 一茶匙蚝油 一茶匙酱油 一汤匙黑醋 一茶匙盐 一茶匙糖 一茶匙胡椒粉 倒入半碗高汤 清水也可以 黑醋油上色 下泡好的一面炒香 随意下一汤匙绍兴酒 好香呢 可以开吃了 这道炒一面做法简单 三两下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 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 找不到我哦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 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 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 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 给家人朋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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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